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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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SREALTRAVEL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台灣高鐵700T的車筆為何這麼短 大家搭高鐵時都會發現 700T的車筆並非700系的扁平狀 反而有點像500系的子彈車筆 究竟為何台灣高鐵的車頭跟700CX這麼遠呢? 其實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我們開始吧 1. 高鐵列車的評估 高鐵列車在設計時都會優先考量到氣壓問題 其中隧道的氣壓變化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列車在高處行駛時 列車前段的空氣分子會被列車壓縮 形成高壓空氣 最後從列車的周圍流走釋放 這就是所謂的風壓或者是阻力 但列車一進到隧道中 風壓的釋放空間就會被隧道壓縮 車頭的空氣壓力和阻力就會瞬間增加 劇烈的氣壓變化不但會造成乘客不適 而且隧道中的空氣也會因為列車高速靠近 發生火災效應形成為氣壓波 當微氣壓波到達隧道出口時 就會向外炸開發出爆炸聲 產生噪音問題 現在就讓各位聽聽看 隧道音爆是多嚇人 看來隧道音爆真的是高鐵的最大問題之一 隧道周邊的居民生活也大受影響 每天一到清早都會 嘩嘩啊 碰一下啊那真大聲 嘩嘩啊 碰一下啊那真大聲 因此世界高鐵的大國都有各種不同的策略來減少這些行星 2 歐洲高鐵的隧道 在1964年 全球第一个高铁日本新岸线通车 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除了隧道的音爆 和噪音引起了沿线居民不满 剧烈的气压变化也造成车上的乘客不适 让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思考解决方案 由于当时德法的高铁正在开发 因此法国和德国也将图件做了一些设计和修改 除了将隧道截面机加大 也在隧道口设置了清洁洞口环 在列车通过时 封压就会顺着洞口环往上排掉 减少封压和气压波问题 同时也因为隧道截面机大的关系 封压也比较有空间释放 列车车比的条件也不用这么高 但因为隧道大的关系 所以开发成本较高 因此通常都会尽量缩短长度以节省成本 3.日本新按线的隧道 由于当时灵溪的车壁太短 而且当时又因为东京奥运杆时间 只能使用旧时的设施 不但因为隧道截面机太小 导致硬爆的问题 而且高速行驶还会有噪音问题 但是土建已经完成了 要把隧道挖大一点成本非常高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只能在列车方面做一些改良 或者是将隧道加盖一些装置 除了修改原本零系列车的装置之外 也在隧道内设置通风景 部分隧道口也加盖了类似 洞口还原里的缓冲弓 降低风压和气压坡的产生 后来的500系、700系和N700等列车的车头 都采用长、尖、扁的设计 减少风压和噪音 因此隧道不用像欧洲高铁挖很大 可节省开挖成本 4. 台湾高铁的隧道 台湾高铁当初的土建和列车皆由欧洲负责 而且当时台湾高铁列车的模型 是短车笔的机车头 搭配双层车厢 因此隧道采用大截面机和洞口环设计 除了降低风压 也可以容纳较较大的车厢 后来列车交给新干线负责 新干线的隧道截面机只有64平方公尺 而台湾高铁却高达90平方公尺 几乎比日本大了1.5倍 虽然这种大隧道能让高铁车笔可长可短 但车笔长的同时 会压缩到承车空间 以新干线15系和16系为例 可发现15系和16系车笔都太长了 头尾承车空间几乎只有车厢的一半 若700T当初采用700系的扁平状车头 会减少座位数 无法达到台湾高铁合约要求的座位数 为了满足合约的座位数要求 因此日商除了将车笔缩短至8公尺 也将车头弄得更尖锐 除了可以利用原本土建工程的设计 弥补风压问题 同时也能给成和更大的空间 这就是700T车笔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按下我喜欢 想追踪本频道的影片动态 或者是观探其他影片 请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芯片才会收到通知哦 我是Azreal Travel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